12月10日,南京大杜沙死滥者家庭记告活动在清华日军南京大杜沙预览同胞纪念馆预览者名单墙前举行 南京大杜沙幸存者,南京大杜沙死滥者遗属和学生们共同悼念预览亲人,祈愿和平 当天上午9点钟,南京大杜沙幸存者夏珠晴和家人,南京大杜沙幸存者陆宏才和他的子女 南京大杜沙死滥者遗属,舍文斌和他的家人共同走进清华日军南京大杜沙预览同胞纪念馆 在预览者名单墙前,通过献花、镜香和送读家书等形式,祭奠亲人,表达哀思 仪式现场,南京大杜沙幸存者夏珠晴老人在家人的搀扶下,来到清华日军南京大杜沙预览 日军南京大杜沙死滥者名单墙前,为逝去亲人的名字描红 在此次佳祭仪式结束后,南京大杜沙死滥者艺术代表 舍文斌为新增加的预览者名单揭幕,追思故人,珍惜和平 我附近有这么一个既定的归宿,我就会经常来看它,永远回忆这一段的历史